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应该是昨天的一篇报道 中共国外流资金 就是被掩盖 并没有一个完整统计数据 因为很多数据是被掩盖的 它外流资金应该高达5000亿 5000亿美元 这个统计时间呢 它跟它说连续五个季度 也就是一年半吧 一年半 持续资金向外流 所以它是一种推算的状况 在持续资金外流的 它怎么计算呢 它就说在上个季度 就是9月份吧 今天是12月份了 在上个季度 第三个季度 出现了一个投资 就是境外向中国境内投资 跟中国境内向境外投资 出现了逆差 外国资金进入中国 减去中国资金出去外国 是负数 也就是说更多的中国资本 来到海外投资 来到海外投资 其实它本身受到很大限制 那就意味着国内的资本环境 就是资金环境 投资环境恶劣 第一个 第二个 人拿着钱要跑路 要把钱挪出去 对不对 往外跑路的 他说往外跑路的三个方向 一个是日本 在日本出现了房地产 大批购买在东京周围的房地产 我们看前一段看到一些 比如说两亿三亿日元 两亿三亿日元的话呢 你出一百 就是几百万 两三百万美元的房子 日本的房子不贵 日本的房子便宜 日本人很少 买房子的那种 那种渴望率 就是他国家整个体制呢 非常好 所以人们不愿意去承担 买房子这些费用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大致的背景状况 结果在日本买房子呢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 一至千金 现金全都一笔过账 买断 很凶的 非常凶的 所以这是我们 这是咱们看到的故事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包括西太后那个饭馆 你看到里面 其中有一个粉红 就是开了一辆法拉利大概 去闹场子的 是那么个家伙 所以这些都表现出 向日本流动的 资金流动的一种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在新加坡 那因为香港已经完全被封杀了 香港出现的悲剧呢 有一个很大的程度是跟 习近平与太子党之间 与曾庆红势力之间的对峙有关 所以习近平以那样极其野蛮的方式 就封掉了香港 但香港的专业人士跟 本该借助香港逃出的很多资本 就转向新加坡 他就做 新加坡的税率比较低 那而他的整个金融系统比较完整 所以就 就他有这么一个比例 他说2020年 新加坡的这个办公楼啊 就是这种金融机构的办公楼 440栋 现在2023年 1100栋 那这增加的部分几乎都是中资 都几乎是中资 所以是以这样的方式逃逸 还有一个就是 应该是哪 这个孟买是哪 迪拜 迪拜 孟买 迪拜 迪拜成为了中共国人的中心 因为迪拜他还有这个 就是黄金签证 用钱买 所以当中共国 中共国人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就随便去哪 只要我不在 只要我拿一个别国的护照 用钱买一本护照 就行了 所以出现大批资金去了迪拜 那 那迪拜呢 他在 不知道是在这种历史的背景之下 跟中共国关系比较友好 所以这是基本上资金去的三个 就是三个方向 因为来到欧美地区呢 基本上很难了 在欧洲呢 黄金签证呢 用钱买的 基本上都取消了 很多 包括西班牙甚至都取消了 荷兰 原来西班牙荷兰 这个比利时都有这种东西 那 那那 他们不喜欢中共国 在加拿大呢 原来主要是房地产 对不对 那现在 在加拿大呢 禁止联邦政府出台 禁止非国民 购买加拿大的房屋 所以 而加拿大房屋 基本上 就应该是 真的房屋市场 相当 就是半毁掉了 加拿大环境 我个人以为 特别大城市 就像多伦多 蒙特利尔 这个 这个真的很 真的 太杂交 太乱了 那在现在 这个 这个 以色列战争的背景之下 就显得更加的乱 更加乱 其实他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印巴人 占据了整个大批的 而中共国人 不是 没有 没有 现在大兵 大批都是印巴人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 基本看到的一个流向 他在介绍中 没有介绍 有多少钱 去了拉美地区 他没有 他主要讲述了 三个地区 那代表着 中共国的 整体的背景 是不灵的 经济学人 中国流失了 叫15.6兆资金 中资自己跑路 那 这是台币 这是台湾 把他 台湾媒体 把他翻译的 5000亿美元 就基本上 因为 15.6 你除以 应该是除以32吧 大概 32块钱 30 就是 30个台币 换一个美元 基本上这么来的 贸易恶化 加上独裁者统治 反复无常 金融环境 很贼惨 中资开始跑路 那他里面 他就提到说 你可以 你可以看一看 包括现在的 互生股市 深圳股市是 上海股市 比较特别的 永远维持在 2900到3000 这没有过 他说真正流出到底有多大 很难说 大概在5000亿美元 经济学人杂志 相当悲惨 互生股市 下跌 13 房地产困境未解 企业违约 那抱有无限梦想的外国投资者 全都撤离 这基本上这么说法 国际金融研究所 股票债券连续五个季度 出现跨境资金外流 这就是我刚才说 他说这个时间太长 今年第三个季度 外国直接投资 叫净流量 是自25年前开始 收集本数据以来 首次净流出 这就是我刚才解释的 拿中国资金 对海外投资的数额 减去外国资金 来到中国投资的数额 出现了资金往外走 反映国内制造商 对外投资的状况 那是同样反映出 今天的就是国内生产状 就国内整个状况 是衰败的 因为你很难理解一个 有十亿人口的 这么一个大国 钱往外走 人 钱是服务于人的 这么多人的地方 钱没丁 多的没丁用了 有些人认为 应该在5000亿左右 透过合法跟非法渠道 寻找新目的 然后他就提到说 美国肯定是被禁止了 美国很多州被禁止 购买土地跟房产 加拿大同样被禁止了 在这种情况下 新加坡 新加坡跟它的环境低利率 跟中文 大量人讲中文有关 所以家族办公楼的数量 2020年400家 2022年底1100家 完全是中国人推动 独拜 它的黄金签证放量 增加 今年前六个月增加52% 都是中国人买走的 到日本买房地产 他说澳洲也受贿 应该澳洲已经 这一风波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就提到说 这场资金外流 对比2015到2016 当时跑走了 一万多一 一兆美元 当时跟习近平有关 跟江家帮挑战习近平有关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金融政变有关 那这一次呢 还没有 就说 他说并没有 那个程度没有那么深 但是他的持久性显示很差 我们很难说他因为所以 但现在的概念就是 江山一改秉行难移 现在的一切赌注都在习近平个人身上 所以你就很难说 他会有什么真正的背景的改变 很难说 就是 怎么说呢 你想让他再恢复 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去能恢复 除非习近平死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